大家好,这里是奇幻分钟,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一万年后人类文明变成一片废墟,挖掘机都成了上古神器的故事。 一万年以后,地球遭遇了巨大的灾难,星域形成新部落后,把神力封印在众神遗迹那里。 但是有一个部落的首领,他认为自己是强大的,于是自封为巫神。 巫神将封印打开,他用那里的神力把自己和族人魔化,然后就开始祸害人类。 幸亏上古花神出现,将巫神和巫族封印,慢慢地人类忘记了巫族的存在,而花神的神力也在变弱。 所以巫族找准机会将边境打开,他们杀死了一批人类,又魔化了一群人,其中还包括清修的长老。 因为巫族认为只有魔化后的人类才是自己的族人,剩下没有被魔化的人类自发地组织到一起开始反抗,于是巫族的人伤亡惨重,他们决定回去再取一些神力,来增强自己的实力。 此时一群真有能力的人聚到一起,他们分别是传唱部落的小鸭和他的爷爷,以及蜥蜴人小浦,神剑手阿拉,和一只大藏鸥。 他们一起前往境地去找更强的能量,这一路上,他们遇见了贪吃人的强,凶残的巨蟒,以及其他的各种威胁,其中还碰见了会让人石化的光。 不过他们还是排除万难来到了目的地,只是还是比巫族的人晚一步,神力被巫族吸收,巫族把能力者除割打败。 他们把神器灭火器拿出来,先把火族的人消灭,然后又弄出牢笼困住暴女,接着开出坦克把巨石怪打碎。 遇到植物怪的时候,就用维C和轮胎干掉,获得21世界神力的巫族,不仅有了先进的武器,还用上了各种系谋,来将能力者打得落花流水。 这时,小鸭得到了花神的提示,原来神力的获得者是花神,巫族得到的并非力量,而是一些武器之类的。 因为现在的花神并没有能力施展神力,所以他把神力传给小鸭,于是用神力的小花将巫神打扮,让人类的生活回到了正轨。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,记得点赞和关注,下期精彩继续。